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卡尔荣格》的人及其表象 卡尔荣格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 也是分析心理学的史创者 他是所有时代的伟大医生行列中的一员 是这个世纪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他的目标始终是帮助世间男女认识自我 通过自我认识和深思熟虑的自我实践 能够获得一种充实的、丰富的、美满的生活 读完本书你将学习潜意识的语言 当最早的人类目睹一道闪电划过天空时 他看到了一个愤怒的神投掷的导弹 当雷声隆隆时他听到了他的咆哮 对我们的祖先来说 符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如今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他们 至少是有意识的忽视 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认为 在无意识中 我们的大脑仍然在说符号的语言 主要是在梦的领域 根据荣格的理论 梦包含信息、建议甚至警告 我们的理性思维可以解释这些 并将它们应用到我们清醒的生活中 本书探索了这个梦的分析过程 并检测了一些人类共有的符号 通过阅读本书你会了解到 梦为什么具有预见性 为什么你会梦到一个老人或女人 圆圈象征着什么 我们的潜意识通过梦境 象征性地向我们传达思想 想象你正在参观一座 宏伟的基督教教堂或大教堂 在彩色玻璃窗和华丽的雕刻中 你可能会发现动物的描绘 尤其是鹰、狮子和牛 如果你对基督教神话一无所知 你可能想知道 为什么会选择这些特殊的动物 你甚至可以得出基督徒 崇拜动物的结论 但事实上 这些动物只是象征 它们有一个隐藏的含义 需要被解读 鹰、狮子和牛 首先出现在 先知以西节的意象中 它们代表了圣经四部福音书的作者 四位福音家中的三位 通常我们使用符号 来唤起我们无法完全解释 或掌握的想法或传达概念 这是我们有意识地使用符号的一种方式 但我们也可以无意识地利用它们 最明显的是在我们的梦中 人类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 许多人错误地将它等同于意识和它的内容 但如果我们只关注意识 我们就忽略了这幅图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潜意识或者简称为无意识 这是大脑的一部分 它包含了我们在某个特定时刻 没有意识到的一切 在有意识的清醒的生活中 我们的五官从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接收信息 这些信息从现实中传送到我们的脑海中 我们无法控制大脑感知或解释特定感觉的方式 这使得这成为一个无意识的过程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我们所拥有或经历的事件 思想 感觉和欲望 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注意到它们 然后是我们在某一时刻意识到 但并没有所有事情的记忆 所有这些都存在于潜意识中 直到有什么东西激发我们去回忆它们 或者它们出现在我们的梦中 我们有意识的大脑使用语言来思考和表达想法 另一方面 我们的潜意识会使用图片和符号 而由思想选择的符号是高度个性化的 例如 假设一个男人梦想着把一把钥匙插进一把锁里 这幅图像可以解释为性交的象征 但为什么这个人的潜意识会特意选择这个符号呢 为什么他不选择 比方说用工程锤撞开一扇门 钥匙可能传达了这个男人对性的态度 或者他可能与性没有任何关系 符号几乎从来都不是直接了当的 相反 他们与个人的潜意识混合在一起 并被个人的潜意识改变 梦可以提供有用的建议和警告 我们的潜意识中包含大量的潜意识物质 冲动 感觉 意图和思想 这些都在我们的意识之下 但也在我们的梦境中象征性地表达出来 然而 无意识远不止是有时泄露到我们梦境中的物质的储存库 它还可以创造全新的想法 看看艺术家 诗人 数学家和科学家的许多故事 他们一生的工作都是在梦中展现的 显然 潜意识是一种强大的东西 所以 梦在很多文化中都被认为是预言 这也许并不奇怪 虽然 梦可能无法在超自然的意义上预测未来 但他们仍然可以向我们的大脑提供他们已经拥有 但尚未意识到的信息 以荣格认识的一个女人为例 她很固执 而且把自己看得过高 一天晚上 她梦见自己在参加一个社交活动 在那里 她受到了女主人的欢迎 女主人说 她所有的朋友都在里面等着 女主人打开了门 但她发现自己并没有去参加派对 而是进了一个牛棚 起初 这名女子否认了她的梦所传递的信息 但最终她不得不承认这是正确的 她的性格是有缺陷的 她需要改变她的态度 除了建议 梦也可以提出警告 荣格的一个病人是一个热爱危险运动的人 尤其是登山 有一天 这个人梦想着爬下山顶进入空旷的太空 荣格试图说服她谨慎行事 并解释说 这个梦可能预示着她的死亡 不幸的是 病人没有留意荣格的警告 在做了这个梦六个月后 她和一个朋友都在一次登山事故中丧生 虽然梦有时提供善意的警告 但有时也会诱骗我们 当我们与我们的本能更加协调时 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区分两种类型的梦 不幸的是 现代人类过于专注控制 忽视或克服这些本能 结果我们被切断了与潜意识的联系 通过拒绝检测或承认 我们潜意识中的幻想 愿望和欲望 我们扩大了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鸿沟 这会导致严重的焦虑 剧烈的情绪波动 甚至分裂 梦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 调和心灵中两个相互冲突的部分 意识和无意识 一些被称为圆形的符号 属于人类的集体 很久以前 人类生活在一个 由神和恶魔塑造的世界里 宗教神话以及其中的符号 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 帮助我们忍受苦难 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宇宙 和我们在其中所处位置的方法 但在现代 理性和理性思维 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让我们更有效率 因为我们可以采取行动 而不需要祈祷更高的力量 或参与复杂的仪式 但我们新获得的效率 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 我们的世界变成了 没有人性和冷漠的知识分子 我们不再觉得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 而是孤立于自然之外 例如 当一个现代人遇到一条河时 他并不认为他包含着原始的灵魂 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 他仍然渴望这个或那个符号 曾经赋予他的联系感和情感 他切断了他的无意识的一部分 其中包含了自然中集体的古老符号 也就是在所有人类之间共享的符号 这些符号通常具有宗教性质 他们的起源是如此久远 以至于没有人记得 他们第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 这些古老的主题 就是荣格所说的圆形 圆形是对人类经验 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思想和概念的 象征性表达 他们的细节在不同的文化中差别很大 但他们的中心主题是一样的 为了了解这些圆形的实际作用 我以一个年轻女孩为例 她做了一系列奇怪的梦 其中包含了许多宗教符号 例如 其中一个梦是关于一个邪恶的蛇一样的怪物 她杀死并吞食了所有其他的动物 但后来 上帝化身为四个独立的食物 使动物起死回生 这个年轻女孩的梦 似乎和她的生活经历没有任何联系 更令人困惑的是 她并没有在一个富有宗教信仰的环境中长大 那么 在梦到这些符号之前 她是怎么知道这些符号的呢? 答案在于圆形 救赎和重生的主题 当然存在于基督教神话中 但这些主题比基督教早了几千年 换句话说 她们是圆形 这个年轻的女孩 在和父亲分享了她的这个梦 一年后去世了 原来 这个女孩的梦 是她为死亡做准备的一种方式 她的潜意识告诉她日子不多了 圆形的语言向她发送有意义的 也许是抚慰人心的信息 神话的圆形模式 帮助我们达到更高层次的意识 世界上最著名的神话是关于英雄的神话 她的基本模式总是相同的 首先 一个人出生在卑微的环境中 然后她开始表现出超人的能力 最终获得权力 并与邪恶力量斗争 最终 她死于背叛或英勇牺牲 在她的旅程中 英雄经历了相当多的个人成长 她遇到了挑战 遇到了导师 他们帮助她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通过这些经历 她形成了自己的个性 英雄神话的圆形模式 深陷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它经常象征性地表达在我们的梦中 我们的思想 在我们生命的不同阶段 向我们展示英雄神话 帮助我们成熟发展个性 例如 导师形象代表了能帮助我们成长的部分心理 当英雄死去时 通常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地成为成熟的个体 在这一点上 我们实现了荣格所说的自我意识 一种对自我的理解 表明我们已经为生命的下一阶段 做好了准备 英雄神话通常以男性形象为中心 但女孩和妇女也必须发展自己的自我意识 通常 这意味着他们参与了传统的男性英雄神话 但女孩也有自己特定的原型 帮助她们过度为女性 其中一个原型就是美女与野兽 这个故事最著名的版本 是关于一个名叫美女的年轻无私的女孩 作为给她女儿的礼物 美女的父亲从丑陋的野兽那里偷了一朵白玫瑰 野兽被激怒了 但美女要求代替她的父亲接受惩罚 她被囚禁在一座城堡里 在那里美女爱上了丑陋的野兽 当她表示了她对野兽的爱 野兽就变成了一个英俊的王子 美女代表着任何与父亲有纯洁感情的年轻女孩或女性 这种关系导致了美女的监禁 她是过分地纯洁和令人窒息的 当美女学会爱野兽 她进入了一段既有爱又有性的关系 这使她完整地进入了女性的世界 她逃离了父亲所代表的压抑 可怕的男性力量 并完全唤醒了她的爱的能力 虽然英雄的神话和美女野兽的故事只是神话故事 但她们代表了我们心里的各个方面 已经存在了上亿年的斗争 通过理解和应用这些原型提供的信息 我们可以重新获得更充分的意识 克服生活中最大的挑战 个性化的过程使我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解梦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你的梦 夜复一夜 年复一年 你可能会开始看到一个模式出现 也许你有重复的梦 或者你会发现自己不断地梦到 类似的符号 人物或风景 如果你开始有意识地解释你的梦 并相应地改变你的态度或行为 你会看到模式以微妙的方式改变 这个在你的潜意识中识别模式 并改变你的意识行为 以回应他们的过程 就是荣格所说的个性化 通过个性化 可以对抗我们的消极性格特征 释放新的创造性才能 并接受我们的个人斗争 个性化通常始于情感痛苦或苦难的实力 这种经历要求我们审视自己的个性 尽管在这个阶段 我们可能仍然会把问题归咎于别人 在这种心理障碍之后 我们很可能会在梦中遇到一个特殊的人物 叫做我们的影子 阴影包含了我们天性中所有黑暗不好的方面 我们通常压抑或希望隐藏的部分 在梦里我们的影子通常以与我们同性的形象出现 它的目标往往是展示我们的一个缺点 我们应该努力改进 或者它可能会试图说服我们 接受我们一直忽视的一部分性格 为了让我们的自我 我们有意识的自我 与我们的无意识整合在一起 必须克服阴影 但也必须承认并将自己与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区分开来 男性做梦者的女性意向和女性做梦者的女性意向 女性意向和男性意向代表了做梦者的异性的积极和消极的品质 女性意向和女性形象可能代表个人爱的能力或调解到自然 或者它可能表示情绪低落缺乏安全感或抑郁 同时男性意向可能代表主动、勇气或精神智慧 但它也可以表示冷漠、固执或残忍 当阿尼姆斯或阿尼玛出现在我们的梦中 他或他帮助或强迫我们发展个性 例如男人可能会回避或压抑自己感性、女性化的一面 作为回应他的女性意识 可能会恳求他从事一些艺术努力 比如绘画或舞蹈 根据荣格的观点 我们每个人都有女性和男性的一面 只有接受并认真考虑这些往往相互矛盾的方面 我们才能在个性化的过程中取得进步 自我的表象向做梦者发送特定的信息 当我们第一次梦到我们的男性意向或女性意向时 我们会感到与他或他有认同感和联系 但我们可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 才能完全理解这个意向代表什么 以及它如何适用于我们的生活和个性 然而通过足够的努力 我们可以摆脱对男性意向或女性意向的认同 之后我们潜意识的形式发生了转变 在我们的梦中呈现出一种新的象征 它以自我的形式出现 荣格用这个词来指代我们整个思想的整体 对于男性做梦者来说 自我可以由女祭司、女巫、地球母亲或爱的女神来代表 对于女性做梦者来说 她可以是守护者、国王、睿智的老人或大自然的精灵 当梦中的自我呈现出一种特定的形状时 这种形状传达了一种信息 例如 睿智的老人可以提供指导 帮助做梦者的自我克服起破坏性的特征 另一方面 一个年轻的自我代表可以帮助重振做梦者 帮助他看到生活中新的可能和冒险 自我也可以以另一种重要的形式出现 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存在 它既包含了整个宇宙 也包含了整个宇宙 这个人物被称为宇宙人 当宇宙人出现在一个人的梦中 他经常为做梦者的挣扎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但遵循他的建议并不总是容易或令人愉快的 例如 假设你想和你的朋友在一个周末去野营 但在你离开的前一晚你梦到了宇宙人 他建议你不要去旅行 并建议你从事一些创造性的努力 即使你在这种情况下服从你的潜意识 你可能会发现你的自我反击 告诉你只管去旅行 可能有许多隐藏的原因 为什么你的潜意识自我推荐一个特定的行动过程 他可能会建议一些对你有成效和满足的事情 或者他可能是在警告你 不要信任与某个特定的人交往 不管怎样 你的潜意识自我意识比你的自觉自我意识多得多 值得你认真对待它给你传递的信息 艺术极其符号揭示了无意识的状态 石头 植物 动物 数字 形状 天体 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一种象征 为此我们要感谢人类的思想 通过设计它可以寻找具有心理意义的物体和形式 当我们为符号所感动时 我们就把它们珍藏在了宗教和艺术中 这两者一直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即使是在宗教基本上已经被摒弃的今天也是如此 历史上一些符号被认为是普遍神圣的 在心理上也很重要 它们可以跨越文化、时间和空间 其中一个是圆 圆是自我的象征 在它完美的整体性中 它代表了人类思想的整体 以及它与所有自然的关系 世界上几乎每个宗教都有圆圈的描绘 例如 有印度教和佛教的圆形曼陀罗和八光莲花 圆圈在禅宗佛教中也很常见 它们代表着启迪和人类的完美 而在基督教教堂里 曼陀罗式的玫瑰窗 代表着自我转制到更高的存在层面 在今天的艺术中 圆的象征仍然频繁而显著地出现 然而它的描述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现在圆的形式通常是不对称的 在作品中脱离了主导地位 或者与其他圆聚集在一起 这种转变反映了现代 潜意识的无序状态 以法国画家亨利·马蒂斯的一幅作品为例 这幅作品名为 《镜物画与汉金莲平》 这幅画描绘了一个绿色的球体 坐在一个倾斜的黑色矩形前面 球体与另一个白色矩形重叠 矩形的一个角被折叠起来 作为一种符号 正方形代表世俗的物质 身体或现实 在过去的艺术中 它总是被描绘成语言的象征统一 代表身体和心灵的合一 但在马蒂斯的画中 它们被撕裂了 就像我们的自我和无意识一样 艺术家们在它们的作品中 表现出时代精神 它们所处的时代 有意或无意地 影响着它们创作中的符号 今天我们的艺术 表达了我们潜意识的混乱状态 以及控制着这个人类历史时代的 存在焦虑 梦的符号必须仔细分析 一个名叫亨利的人 梦见他在一群陌生人的陪伴下 像一座山徒步旅行 只走了一个小时 他和同伴们就决定扎营 但已经是中午了 亨利终于又想动身了 然而其他人却希望留在后面 于是亨利决定自己离开 继续向山口走去 突然这个梦把亨利带到山的另一边 他发现自己完全迷失了方向 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但这时 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老妇人 给他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亨利接着爬山 这个梦是亨利和他的精神分析学家 讨论的五十个梦中的第一个 书中的符号和信息 揭示了他的思想和挣扎 在他的现实生活中 亨利是害羞和内向的 他已经订婚了 但他害怕把自己 真正投入到事业和未来的妻子中去 在无意识的层面上 亨利知道自己的某些东西需要改变 亨利的梦中的故事 爬山 为他决定接受精神分析 提供了一个巧妙的平行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段旅程 从他的潜意识深处 走向一个更崇高 更全面的视角 在梦中脆弱的时刻 亨利也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原型人物 老妇人 她经常出现在童话故事中 代表着女性的智慧 但亨利是个理想主义者 他不愿意接受他的帮助 他最终的默许 象征着亨利需要牺牲 他占主导地位的理性 来支持他更本能的 无意识的精神部分 亨利最初对梦的分析的力量 持怀疑态度 但在30次左右的治疗过程中 他成为了一个专注的倾听者 倾听由他的潜意识 最终他找到了内在的力量 继续他的婚姻 组建家庭 并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 亨利的案例证明了 通过仔细倾听我们的潜意识 从而变得成熟 和获得真正自主的可能性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做 最后总结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 人的思想分为两部分 有意识的思想和无意识的思想 以象征主义和神话的语言 梦向我们传达了警告和教训 我们可以理性地解释它 通过研究我们梦中的信息 可以培养我们性格中被忽视的方面 克服我们的缺陷 并远离可能伤害我们的行为道路 好了 卡尔荣格的《人及其表象》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